那怎么去除视频当中的水印呢 那么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会用两个视频来给大家说清楚 怎么高效的去去除视频当中的水印 那作为第一节课呢 我们来说一个基础的理论 就是视频当中的物体擦除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几天之前呢 有一个新的Confivite的扩展啊 叫Deep Eraser 通过这个名字你大概也能知道 就是用来擦除物体的 但是呢 它和图片当中的擦除物体呢 是不一样的 它是完全基于视频的 那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先来验货 大家注意啊 这儿有一个视频 一个人在打网球 然后呢 我们这儿提供了这个人的一个Mask 当然它是基于视频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经过这个节点的采样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性的视频 大家注意啊 这个视频的话呢 它的效果非常的棒 如果你注意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影子是依然保留下来的 但是人和球呢 已经消失了 而且呢 整个画面当中几乎没有模糊区域 和这个不可见区域 也就是我们说黑色的这种洞 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地方 那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在理论上有一个认知 那就是视频呢 它擦除物体的时候呢 有一个时间一致性的要求 那就是我们会要求擦除之后呢 你整个视频一直是连贯的 而且呢 它有一个信息互补的作用 你可以这样认为 那我们在视频当中呢 有各种各样的针 那这个针串联起来呢 就是整个视频的表现形式 那在单个图片上来讲呢 一个物体可能会挡住 它后边的这个部分 但是在视频当中啊 随着人物的移动 那也就是它原来挡住的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被暴露下来 然后暴露的这个信息呢 同样会被擦除视频的这个模型 当成参考信息 补充到结果的这个视频当中 所以说你会发现 可能在某一针 文字会被人物挡住 但是在其他的针里边 它是展现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样整个取出物体的效果呢 就比图片呢更好 那我们看到的效果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明白 那么视频里边擦除物体呢 往往可以保留的信息会更多 那这是我们对它效果的一个 基本的测评 那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节点怎么去用 其实在之前呢 如果你经常用Coffer UI 可能在之前 你用过类似的一个技术 叫ProPainter 它呢 也可以完成相应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技术呢 它会用到ProPainter 所以说呢 你可以认为它是ProPainter的 一个升级版 效果和一致性的会更强 那么它的安装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酷给的克隆下来 然后呢 这个Requirement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 主要用到Passion的PAP程序 另外你要注意 它虽然这样写 它这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呢 基本上跟SD15 因为它底层模型呢 主要是SD15 所以说呢 基本上这个扩展呢 就已经装上了 你可以开始就不写这个命令 直接起啊 缺什么 再装什么 以免呢 对你现有的这个环境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破坏 对吧 那最关键的就是下载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我们认为是主要的这个擦除模型 第二种呢 是分割模型 那也就是说 下边这个其实是要将前景和背景进行分离 所以说这个是可选的 那么你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模型 自动的去分离前景和背景 然后把前景擦掉 当然呢 你也可以手动的指定一个Mask 就像我现在这个里边 那我指定了一个Mask 那所以说呢 我这就不需要去开启它的这个Value to Mask选项 那一旦我不开启这个 那它下面这个模型是不需要的 那我在这次安装的时候 同样我是不装这个模型的 所以说呢 我安装的重点呢 主要是在这 那这些模型基本上大部分你也是有的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ConfuI Models里边的 Checkpoint里边 那只要你有任何一款SD15的模型 都是可以的 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这用的是麦局V7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麦局V7 它这是SD15官方的那个模型 这个可能很多人下载着呢 很多人没有 所以说这个你只要有一款就行 常规上来讲 99%的概率情况下 你不需要下载任何模型 第二是VE VE就是一个标准的 SD15的VE 所以说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需要装的主要是这三个 这三个呢 主要来自于两个库啊 第一个就是ProPinter里边的主模型 还有RAFT模型 还有RECURRENT FLOW这个模型 那这个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址里边找到 我们可以看到主模型 RAFT RECURRENT FLOW 这三个模型呢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几个模型都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五分钟啊 就可以全部的下载下来 然后就是这个Defurizer 它的模型了啊 这个主要在这个地址里边 这个呢 是包包脸的地址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点开 找到这两个文件夹 你可以用JIT克隆 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你可以手动下 因为内容不是特别多 第一个呢 就是BrushNet里边 BrushNet按道理来讲 可能很多人也装着呢 那我们曾经有一个扩展 就叫BrushNet啊 主要也是进行这个物体的重绘的 这里边我们用到它的一个模型 是3.54G的 把这两个下载下来 再一个是Unit Government 就是我们这个啊 它的主模型了 也是一个配转件 一个模型 这个是5点多个G 所以说你整个下载 下载大概10个G左右 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这个目录结构 给它存放到你的models 然后Diff Reaser里边就可以了 好 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录结构 首先呢 我们是在Confi UI的Custom Node里边 安装好它的这个扩展库 然后呢 是进到我们的models里边 然后呢 我们找到Diff Reaser 然后这三个文件夹 第一个呢 是Prop Painter的三个模型 然后是BrushNet的配置文件和主模型 Unit的配置文件和主模型 那这样呢 就可以了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去用 那我们先把它清掉 然后我们重新来构建一下这个工作流 你右击 然后Add Node 我们可以在这个列表里边找到你安装的这个扩展 现在这两个模型都在这儿啊 叫Diff Eraser Loader和Diff Eraser Sampler 我们把Sampler拿过来 然后呢 我们再写一下Diff Eraser 然后Loader拿过来 就这两个节点是它提供的 然后呢 我们这需要选一个主模型 这儿我们用Maggie V7 当然用别的也行啊 比方你可以用Dreamshaper 然后V1 选一个经常用的SDL5的V1就行了 这儿还需要下节一个Laura啊 这个我之前可能忘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Laura啊 是一个PCM的 大家可能呢 对PCM这个技术不是特别的熟悉 可能更多的人对LCM比较熟悉 PCM呢 会认为会比LCM更加的高效 同样是用来加速的 那我们点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和LCM很像 它有4步的8步的16步的啊 那一般我们选哪个呢 选这个两步的 而且是Small这个模型 把它下载下来 要不是特别大 然后放在你的Laura目录里边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 所以说呢 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下PCM 就它 那Model可以直接连过来 下边这些东西 注意 我现在呢 不希望节点自己去进行视频的分割 所以说呢 我这儿给它关掉 那下边这些就不起作用 上面这个你不用去管它 我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种子啊 把它固定一下啊 防止你老重复采样 那我们就这样 注意啊 这儿选两步 不要选太多啊 因为你这儿用了两步的加速模型嘛 你最好配套着去写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传一个视频 Loud Viding 这个呢 它自带一个啊 我们来找一下 看一下这个扩展库的目录里边有一个examples 这里边有一个mask和一个value 那我们可以打开它 大家看这是value 然后这儿呢 需要传它的FPS啊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呢 给它做一个value effort的输出 然后我们把loaded的fps 就加载之后的fps给它 它尽量都是用加载之后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改 对吧 所以说呢 用加载之后的 这个mask同样 那我们可以上传一下 这个mask 它给的这个视频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传上之后 它不显示 但是它的确起作用 所以说呢 我又把它另存了一下 这个就显示了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image给到 这个value mask 虽然它叫mask 但是你要注意啊 它这个类型其实是一个图片 而不是一个纯正的mask类型 对吧 然后下边就是一个输出了 那同样为了保证真频 所以说呢 我们让它真频是一样的 这儿连到这 别的 我们把格式调一下 然后能跑一下 同样这儿是没有进度的 大家注意啊 后台是有进度的 然后呢 开始reference 现在是70帧 好 现在已经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棒 当然呢 这属于最简单的一个用法 那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用的不只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换一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话呢 这里边同样有一个人物 那我们现在是不可能 再给他生成一个视频的mask 我们提前不可能有啊 所以说这个mask呢 必须按照这个视频呢 它直接来生成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它禁掉 先来处理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生成这个mask 那首先呢 我们同样是选一个 这个分割模型 这儿呢 我们同样是选 Sigma and Anything 那我现在把需要的模型 给他加上 这儿呢 一定要选 GPU grounding model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 给他拿过来 下边我们可以得到image和mask 重点来看一下mask 方便我去看啊 这样我把mask转成图片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mask to image 然后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的 展示组件 给他展示一下 下边提示词 这儿呢 我写两个 一个是person 代表人物 另外我写一下body 这样可能更全面一些 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就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分割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分割呢 它不太稳定 对吧 包括中间可能有黑点出现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个处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先把mask 给他growth一下 这是必须要做的 所以说我会用到 这样的一个组件 叫growmask with Blair 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到模糊 其实我一般不用模糊 用模糊的效果 不会特别好 然后我扩展多少个呢 这儿我扩展40个 关键是这儿 Fill Hose一定要选上 也就是现在我们要把 这个洞给他补上 就中间如果有黑点的部分 全部给他补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现在就是这样 你注意啊 如果说这个像素点比较小呢 你其实这个也不用这么大 比方你用20 因为这个人物站的比例非常小 当然40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看 那这儿呢 我先设成20 要不然这儿有点怪怪的 是吧 下面呢 我们把生成这个mask 给他扔到这儿了 大家注意啊 我虽然叫mask 你一定要知道啊 它其实是一张图片 它在内部会把它转成mask 那我们让它重新踩一下 大家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这个呢 是32帧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 会有一个报错 其实我报显存了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重新的跑一遍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发现这个擦除的效果 现在不是特别的好 包括这个人物和这个下边的凳子 可能都有一些痕迹 这个呢 你可以考虑将这个值呢 给它调大 比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调到40到50左右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就好很多了 对吧 因为呢 把凳子给去了 所以说呢 它整个的擦除的效果呢 就比刚才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这个值呢 尽量的大一些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视频 这个人物呢 现在靠这窗户 而且它本身没有在动 那就是它把这个窗户 其实是整个给它挡住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去除 一个静止人物的话呢 可能会效果稍微差一点啊 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去除的效果呢 应该说还可以啊 能够大概的给你补上这一块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刚才效果那么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物 是这样走动着的 那可能效果呢 就要好一些 好下半段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用通义万象 来生成的一个视频 不管你是用通义万象 还是用其他的 阿克林啊 然后卢马 还有这个海螺啊 那可能都会有这些东西啊 叫水印 比如说那是不是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去掉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 大家注意 这个模型呢 不是一个特别高速的模型 你会发现 它采样的效率 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我们去打开一个 这个视频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大小呢 大概是在1024乘768 大概这样一个级别 所以说呢 采样的时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要去这个水印 所以说呢 你要是直接对整个图片进行采样 那么可能呢 就会有点得不偿失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踩一块下来 比方我只把右下角这块踩下来 然后把这个去掉 然后呢 再把它粘回去 那这样是比较有效率的 话是这样说 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呢 又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 那我们下边可以看一下 去除之后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我把它拽过来 公布一下 大家看这个水印去除的效果 还是非常棒的 对吧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 如果你整个的按整个图片去去的话 是最简单的 但是呢 你成功的概率很小 就是真正的能商业落地 或者叫批量去做的 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同样还是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但是这里边需要很多细节 需要去处理 你会发现我这有很多的节点 那这个到底怎么去做呢 时间关系 我们一个视频讲不完 所以说呢 我们下节课再详详细细的 给大家去讲怎么去水印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